我剛起床然後去買了早餐 他說可以跟大家一起吃早餐 中國網路用語直播依賴症 形而現代人把網路直播平台當成是聊天的對象 藉此滿足心理上的寂寞 快來測考高老師的帽子占卜 測你的直播依賴症指數有多高 測驗開始請平直覺選一頂帽子 選好了嗎?來看解析 選孕夫帽的人 你對網路直播不是很懂 覺得對著手機講話是件非常奇怪的事 要你開直播非常難 直播依賴症指數10% 選棒球帽的人 熱愛表演的你喜歡在眾人面前展現才藝 若沒有表演舞台時 你才會選擇開直播至於愚人 直播依賴症指數70% 選毛帽的人 個性害羞的你 不擅長在鏡頭前說話 除非是跟朋友聚在一起玩 你才會開直播與大家分享 直播依賴症指數50% 選身是帽的人 你享受眾人的注目 當沒有人跟你說話 你就會感覺到寂寞 因此你習慣開直播 讓自己不感到孤單 直播依賴症指數90% 東新聞 太北報導